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各地雲量雖然多 但是降雨的情況已經比較緩和了 我們從回報上面可以看到 在海峽這邊還是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隊友在發展 因此今天在金門這邊累積雨量有達到好雨的情況 那也出現了一些災情 不過以台灣這邊來說 今天雨量比較多的情況是出現在台東這一帶 但是雨量已經沒有像前幾天這麼多了 那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過去幾天連日的降雨 在山區這邊土石還是比較鬆軟的 因此要進入山區一定要特別注意 至於明天的天氣 我們從地面圖上面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封面即將影響台灣 所以明天受到這個封面的影響 全台各地下雨的情況又會再度變得比較明顯 我們要特別提醒在中部以北跟東北部地區 在明天將有機會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或好雨 而南部跟花蓮也有機會有一些局部性大雨的狀況 倒是過去幾天下雨比較大的東半部 尤其在台東這一帶 在這個封面通過的過程裡面 下雨的情況還是會有 但是雨是不會這麼大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在明天各地降雨都變得比較明顯的情況 進入山區一定要特別小心 土石鬆軟有一些落石碳飯或土石流的情況 至於在溫度上面的變化 我們從預測圖上面可以看到 封面通過之後會帶來一些東北風 因此在這個東北風影響的過程 在明天下半天之後 北台灣溫度將會開始下降 預計到了星期天 中南部也會感覺到溫度有些涼異 預計低溫會下降個一度到兩度 提醒大家要稍微準備一下 以上資料由中央情報局提供 明天受到封面的影響 在北部和東部還是有出現震雨的機會 我們來看看各地的氣象資料 好 我們看到北部包括了 基隆 台北 桃園和新竹 都是陰游雨 氣溫最低21度 最高26度 中部的降雨機率也是蠻高的 從苗栗一路到雲林 也都是陰游雨的天氣 氣溫最低22度 最高27度 南部地區的嘉義 台南 高雄和屏東 也都是陰游雨到多雲游雨 氣溫是23度到29度 在東部地區我們看到 宜蘭和花蓮都是陰游雨 台東也是多雲游雨 氣溫最低21度 最高29度 我們看到外島地區 從澎湖金門到馬祖 也都是一片陰游雨 這種手揭都只有陰游雨 在म較時間 稍微的藍游雨 因此 去天守